好 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个艾尔4 艾尔4我们来看一下就多了哪些功能呢 我就功能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这些评测的都会有 我先找到指纹 指纹不是在中间了 它是挪到开机键上面的 我们可以重新进一个界面就能看到 根据动画提示是在开机键上面的 那这个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就是改成了TOP-C TOP-C呢有一个好处 大家都知道了吧 它可以给其他东西充电 我们来看一下iPad给手机充电 好 充电 那这个就就就就就这些基础知识吧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拆它 拆它的时候先关机 然后 预热 还是一样 跟我们之前的312 12PRO一样 最薄落的区域还是在这个区域 因为这个尾叉它是比较厚的 所以这边粘的胶是最少的 等一下我们吸盘在这个区域起来的时候是最安全的 好 加热 iPad比较大 加热的时间会稍微长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后面有三个点 我担心等一下 洗盘的时候 假的时候 会漏气 等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先晕了 然后它也是使用S4的 但是它的S4跟手机的S4又不一样了 等一下我们拆出来 正好我们可以有东西做比较 拆完我们用实物比较 现在用语言说没用 语言说没用 它到底强力在哪里 我们来看实际情况 好 我先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屏幕拉开 屏幕能拉开的话就可以拆了 如果还是拉不开的话我们还要烤 正如我所说 反面三个点会导致它漏气 好 可以了 就是这个区域 大家能看到非常清楚 它已经开烤了 开烤之后 然后开烤之后 我要塞张名片进去 如果不塞张名片进去的话 它等一下又会 温度降下的时候又会练得很紧 所以名片塞的时候轻一点 名片要往上斜 切记啊 一定要往上斜 不往上斜的话 你直接横着进去的话 就会把屏幕的排线给它挖断掉 这是细节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必须要往这样子竖的往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再降热一下 降热到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直接就开始了 现在我也不知道它排线是靠在哪个区域 等一下我会尽量慢一点 小心一点 通常项头在这个区域 我们来看一下 项头这个主板肯定在这个区域 那扣子可能在这个区域 但是呢 根据以往的经验 它有可能是主板在中间 只有中间跟这边 别的地方不会有了 就中间跟这边 所以我们等一下开的时候 从这边开 从这边开的话 就不会伤到屏幕的排线 这个还是非常好拆啊 因为它现在升级的这个宽变了之后 这个胶 消消就OK了 太简单了 没有任何难度 好 正如我所说的主板是在靠近项头那一边 然后拆着拆着刚才往下压的时候 开机键开了 开了我们就不管它了 正好我们可以看着屏幕 是不是等一下削到哪里 削翻车了 我们也知道 哪里 削哪里的时候把屏幕削坏了 好 OK 我已经看到屏幕了 屏幕是在这边 哇 这个布局为什么会这么 这么简单呢 磁铁倒是 哎呀 这个太闷了 磁铁用了不少啊 磁铁用了非常多 喇叭呢 一个 两个 三个喇叭 这边是装饰 这边第四个喇叭 位置装饰 然后呢 它设计很巧妙啊 一个 两个 这上面两个孔是对的 两个喇叭 但是呢 下面 然后它这个喇叭是不直接对的孔的 然后它用这个空弹 就是音箱的原理嘛 然后呢 会弄这两个孔 都会发音 让大家感觉到它下面有两个喇叭 其实它只有一个 啊 事实情况就是这样啊 这是为了省钱吗 还是怎么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还有一个地方 感觉很廉价的区域啊 就在这里 两个同事就这么搞出来了 这有点尴尬啊 这个是给笔充电的 给笔无线充电的 它用两个铁丝 啊 有点不好看啊 我们先把屏幕拿掉 就是这个 像这种工艺 只能出现在 安卓机上面 出现在苹果上面 我们就难受 不应该啊 这不应该 然后大家看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就也知道了 下次拆的时候 这边一定要小心 这边不能削啊 两个触摸 跟之前的iPad都不一样 两个触摸 分得很开 然后屏幕是在这里 我把屏幕拿下来 不要把它拿掉了啊 好 拿掉 那屏幕我们放一遍 因为刚刚开的屏幕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先放一遍 然后我们重点 断开电池吧 等一下不要 上电 导电给它弄烧料了 电池断开的时候 好 赶紧开 我们看一下开机键 开机键肯定要拆在你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 要看CPU 这不是扣子啊 这个是排线插的 如果用手去扣的话就尴尬了 必须要把这个上面的皮 拿掉 拿掉之后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好 走 再拆 这里看上去没有螺丝 但是它是 上面贴了一个黑色的贴纸 看不清楚 开机键 刚才那个感光是 嫁接在开机键上面的 好 拿掉 相桥这边不拆 也可以拿出来 就是指纹放在开机键上面 有点像安卓了啊 苹果从来不用这种东西的 不知道今年为什么要弄这个 这有点尴尬 这个接下来 还要给大家表演 接指纹跟开机键了 拉断了 好 指纹在这里 开机键也在这里 但是刚才拉的时候 不小心拉断了啊 好 先放一边吧 这个接的话也简单 不会有几根线 初步估计应该十几根线啊 应该十几根线就能解决了 现在我先把皮肥罩拿掉 看一下CPU 就是这个 一样 一样啊 我以为它的CPU会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从纸细网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纸细网 iPad 2 然后呢是i14的 然后呢它一个网特别大 一个网特别小 我以为是iPad的很大 手机的很小 结果iPad跟手机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样 这个罩子是焊上去的 不是卡上去了 都拔不了 好了 我想看一下 触摸芯片这些 有没有升级 但是看不到 无线跟手机一样的 一样 在这里 硬盘跟CPU也跟手机一样的 其他的没什么特殊了 好了 那这个拆解就 这个就只能先到这里了 接着我们来拆个蛇吧 好 再见